好,我们故事连续剧继续 说这个梦里啊,他长对长 还能看到他的小脑袋在半空当中给你穿弓 那你说是梦,似梦飞行 但现实当中这个人就给我治我 怎么治呢,就在空中一抓 扎在你的腿上,七八针 要空手扎针了 空手是他手里没有针的 但是扎的时候会痛了 有针刺感 你说你想象 第二天就会扎的地方出现红的疙瘩 羊 你说你还想 如果我的这个意识 能量 这种念力达到这种层次 还用在这儿吗 这都是肉眼可见身体可感的 可不是当成脑袋能想的 所以解释不了就是解释不了 在那之后呢 那我多年的这个病症啊 就好多了 那连续五六年 那男人最宝贵的是什么 每天一次 当时已经 不行不行了 那仿佛身体这个低火水风要分解了 怎么说呢 上面热 下面凉 左边热 右边凉 那不光是心身不骄了 那很严重 没有人知道 自己受这种痛苦 饭之后 一定要找一个床 继续躺下睡 当时那一瞬 就心悸 悸动 那 不忽然躺下就能睡着的 然后呢 就好多了 但他只给我吃了一次 后续呢 就偶尔呢 比如说画好这个浮水 有的时候空手画符 有的时候端着一杯 也是没有 在这个里面 还我要给你喝 还有空手取药 也能取 那他自己练也吃 有一次开玩笑 他拿起来的时候 我还去抢 那也吃不到 无形的 反正咱们 也不知道在不在这 看不见 给你吃过一次 不过那次就 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有什么说什么 这些 还不尽然 就是他跟你传的时候 说了 当时 也就是打坐 静坐 跟之前一样 你那个时候 比较容易静下来 但下来之后 跟他通过言语 通过能量 和糊涂 你就感觉 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你坐的时候 他会身体 不自主地去运动 你人犯邪了 实际上 身体 你精神 非常好的 而且 你没有动 是他 带着你 内 气 带着你 推着你 这个身体 来走 那于是呢 在那之后 我就 会了 就静下来 他就会自然的 这样 这是一种 指的是肢体 手印 或者叫体印 因为下半身 腿是盘坐着 他是不动的吧 那你下半身 在动 怎么动 说体印 其实 再出来的东西 就手印了 不管一个手 两个手 他每次出来 都不一样 而且 做出来的动作 看似很像 也都不一样 随着你这个 状态 环境 比如说 还有音乐 又不一样 以此呢 这是静坐 下地之后 就会了 也会动 那就是 自发弄工 我们讲 道家逆修 第二阶段 就是刀枪棍棒 什么都会了 台湾又叫